不要往楼下扔垃圾 不要往小孩嘴巴里塞东西了 开往北京的火车 飞往纽约的飞机 运往国外的货物 往下说 往下读 你往下看就知道了 宝宝对我笑了 小狗在对你叫 你不应该这样对父母说话 他总是对老师撒谎 不要对孩子发脾气 我儿子对学外语很感兴趣 你应该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老板对你不太满意 观众对比赛结果非常失望 我的小女儿对所有动物都很好奇 我姓王 你的老板姓你吗 那个帅哥姓张 我爸爸姓周 我妈妈姓您 她女朋友姓钱 你好 我姓吴 我姓周 我姓周 我太太也姓周 我的中文老师姓陈 你奶奶奶也姓陈吗 她们都姓你 你姓什么 您贵姓 你要什么 我要一杯水 你们都要冰可乐吗 你要茶还是咖啡 我们要三碗米饭 你要喝什么酒 爸爸要买一个新手机 爸爸要买一个新手机 我要跟你一起去 他要去大城市找工作 周末你们要一起看电影吗 你要早点睡觉 我们明天要上班 老板今天要见一个新客户 老师太累了,要好好休息 明天下雨,你要带伞 星期五,我们要开会 现在我要去吃饭呢 老板下周要出差吗 他们明年要结婚了 今年你要回家过年吗 我明天要买一个苹果手机 你们现在要出去吗 我们计划今年要去美国 他下个月要来中国工作 你下个星期要去他家吃晚饭吗 这个星期天 老板明天要见他们 下班以后你要回家吗 我可以进来吗 我可以进来吗 我们可以在办公室吃饭吗 我可以在这里停车吗 孩子不可以看这个 孩子不可以看这个 你现在不可以进去 这你不可以抽烟 我们都不可以去 你不可以说脏话 他要学中文 他要学中文 宝宝要睡觉 早餐我要吃肉 今天很累 我想休息了 这个周末你们要做什么 我要喝咖啡 我想喝咖啡 你要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我要回家吃饭 你要去超市买东西吗 他不想吃饭 我去图书馆看书 你打电话告诉他了吗 我们要坐飞机去美国 你们可以上网买机票吗 你们可以上网买机票吗 老板下周去北京开会 老板下周去北京开会 我也要走 周末我喜欢自己买菜做饭 我自己去吃饭 我自己买吃饭 我自己蹲制做饭 我自己买自己做饭 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今天我和同事一起去吃饭 周末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 这两个公司一起做这个产品 下班以后,你们一起来我家吧! 下个月,我和妈妈一起去旅行 你们有没有一起玩过这个游戏? 他想和他太太一起学中文 结婚以后,你和父母会一起住吗? 今天晚上,老板要和我们一起加班 再说一遍 你能再读一遍吗? 这个电影,我看过两遍 这个故事,我听他说过一百多遍了 我们去过两次 我问了他很多次,可是他不告诉我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几次 那个红头发的男孩,打了我三下 他轻轻轻地拍了我两下 你没听见吗?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打他 不要生气,好吗? 不要哭 不要吃很多肉 不要吃很多肉 你们不要喝酒 晚上不要喝咖啡 上课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不要很晚睡觉 不要很晚睡觉 你看看 我试试 说说你的想法 出去玩玩吧 我想出去走走 别生气了 笑一笑 你去问一问他们厕所在哪里 我可以用一用你的电脑吗? 我可以用一用你的电脑吗? 你现在有时间吗? 你想尝一尝我做的菜吗? 考虑 考虑,考虑 讨论,讨论 商量,商量 打听,打听 你住在上海吗? 他 他坐在老板的旁边 你应该站在我后面 不要坐在我的床上 你的衣服 你的衣服 不可以放在这里 不要站在路中间 不要坐在地上 那本书 我放在桌子上了 不要走在草地上 周末 我不想待在家里 我在上海工作 我在上海工作 我在图书馆学习 他们已经到酒吧了 他们已经到酒吧了 我刚到家 你到机场了吗? 我已经到火车站了 我已经到火车站了 我们先到北京 然后到香港 下午在家 你可以到我家来 老板马上到办公室去 明天我要到南青路买衣服 你们晚上到哪儿吃饭啊? 我跟朋友经常到KTV唱歌 今年春节 我要到女朋友家 见她的父母 下个月我要到美国出差 这个词的意思很好懂 这个词的意思很好懂 这个汉字很好写 三明治很好做 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现在很好买 这个笔很好用 这首歌很好听 这种茶很好听 这种茶很好闻 你的心包很好看 妈妈做的菜很好吃 我觉得上海很好吃 我觉得上海很好玩 很好玩 请你等一下 你看一下 试一下吧 试一下吧 我要想一下 开一下门吧 请你说一下 为什么 不要生气了 笑一下 宝宝让我抱一下 你可以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吗 你可以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吗 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吗 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吗 请递给我一盒纸巾 请递给我一盒纸巾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邮件 邮件我已经发给你了 你想把这个礼物送给谁 请把那些照片都发给我 我已经把车卖给了一个朋友 我已经把车卖给了一个朋友 请把盐递给我 谢谢 可以把这本书借给我吗 可以把这本书借给我吗 他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 他爸爸把他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 现在不要给他打电话 请快点给我回邮件 他说他会给我写信的 你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吗 你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吗 我给你发短信了 你怎么不回 他的粉丝 他的粉丝常常给他寄礼物 小时候 妈妈每天都给我讲故事 爸爸应该给儿子 爸爸应该给儿子道歉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老板让我明天给客户介绍我们的新产品 老板让我明天给客户介绍我们的新产品 好嘛